OK同学们就来看这个二年级数学活动本 来到这个第46页 OK这个问题是这样 那么先估算就大概算一算 那么在计算里的答案是不是合理的 所以第一题是这样 那么就 他估算是百位近视值 有些估算是十位近视值 所以这个刚好是百位近视值 那么你就是他给了一个例子是这样 那么625 百位近视值那么他一定会写 百位近视值就是后面有两个零 因为100是两个零 所以这边是6700 100 200 200 300 所以这个号码就写在这边 625 131 267 所以呢他圈了这个答案 圈了这个 断线了的这个 椭圆形这样的东西 所以600 减掉100 再减掉300 就是这样 所以答案得到 200 所以要讲大约是 200 那么你不可以写200在这边 那么因为这个等于你是要 真正计算出来 所以如果这边放200也不对 因为这个不等于这个 如果这边写200就对 因为这个东西等于这一个 所以现在我们做一个 啊 动作就是这样 那么我们先 啊计算了我们一体体来做 所以我们就计算 现在这边我们直接 啊做计算了 哦 所以625 我就减掉 啊131 哦 那么5减1得到4 2减3减不到 我割一个 割两个 然后这个一定会少一个哦 6减1得到5 那这边1进位哦 然后写回这个号码2 所以呢这边是够减了的哦 12减掉3 就得到9哦 5减1得到4 可以下去我们减第三个数目哦 所以减267 OK 4减7减不到 各一个 各两个 所以呢这边就是 9减掉1就变成8哦 这边写回那个进位的 再写为号码4 所以8减6减到4减2够减哦 所以上面肯定够减下面的 所以14减掉7得到7 8减6得到2 4减2得到2 所以答案这边是227哦 所以你看 大约是200哦 是真的哦 所以这个答案是算起来是合理的 因为如果百位近视值的话 他也是在200哦 ok 下去我们就看这一题第二题哦 那么我们先做这个啊估算哦 那么因为这个是百位近视值一定是有两个0哦 所以这边我先写全部两个0先哦 所以这边位置比较窄一点哦 ok通常是这样哦 这边是 如果你看这边的话六百七百哦 所以呢这边应该是 可以应该是900到1000哦 所以这边就是1000 然后加去这边呢就是 啊这边是600哦 这边是500哦 通常我们是看这个的 这个就写在左边哦 你看这个全部写在左边哦 写在左边的 所以这个9这边就10哦 这边5 这边就6 所以这个2 这边是写一个2哦 那么这边肯定是3哦 所以现在呢你要看他这一个哦 那么靠近的好像现在这个他肯定全这个哦 这个全这个 这个全这个 所以这边呢就是我们要圈的是这个哦 然后这个是圈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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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一半就是要圈右手边哦 所以现在我们做一个动作就是这样哦 那么我们要做的是横式900 减掉600 再减掉200哦 所以得到多少 9-6得到3 3-2得到1哦 所以这边是100哦 所以换句话说 这边答案可能是100多 通常是这样哦 所以我们就计算哦 所以现在这边940 减掉586 所以0-6捡不到我们就割两个 所以4-1这边变3哦 那么这个近位写了哈 那么0号码我写回去 3-8捡不到 所以我就割一个 割两个 这边一定是少一个的 所以9-1得到8 所以我近位 这边近了位哦 那么这边不是写4哦 所以上面这边一定是构减下面的 ok 所以呢 在这边我们就10-6得到4 43-8得到5 8-5得到3 所以接下去我们就减第三个数目哦 239哦 所以这边是这样做 那么4-9捡不到 各一个各两个 所以呢5-1这边就变4哦 那么这个近位我写回 那么号码4我写回 4-3够减 这个也够减 所以够减了 你就这边这样做哦 说4-9 9哦就是5哦 那么4-3得到1 3-2得到1 那么答案就是115哦 ok这个答案也是合理的 因为他很靠近 这个很靠近100哦 所以你看他这个百位近视值也是在100 所以就是这样哦 那么这个是二年级数学活动本 第46页哦 ok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在啊 这边subscribe哦 那么你可以看这个有关系到video在这边 那么在这个video下面有着description哦 那么有一些链接 你可以按哦 那么可能可以下载app 或者是下载答案